天气真的非常的寒冷 一颗都不想待在户外 不过玉璃镇有救一名男子酒醉之后 误以为车棚就是家里 而直接就隧倒在外 民众看到是马上报警 那么接获通报的玉璃派出所了解之后呢 发现这名男子的家人都在外地 无法前来接送他 于是就赶紧请玉璃消防分队派遣救护车 将这名男子送一治疗 天气寒冷只想待在室内避寒取暖 不过在狱里就有一名男子 直接睡倒在车棚外面 附近的居民看见都傻眼 这么冷的天气 睡外面担心会有意外发生 就赶紧报警处理 诶 先生 诶 有办法起来吗 狱里派出所远警立即前往查看 发现是一名酒醉鹿岛55岁的灵性男子 经初步检视 男子并没有其他伤势 就立即通报玉璃消防分队送一治疗 由于连日气温骤降 所以立即联系家属 为家属皆不在本地 无法前来接送 本所同仁发挥同意心 深怕民众因此失温 便立即通报玉璃消防分队送一治疗 玉璃分局也呼吁民众饮酒适量 不要酒后驾车 以防止意外及交通意外的发生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采访报道